倒渡,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Watermore Tobacco Day。 漆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为了引起国际社会对烟草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视。 世界卫生组织1987年11月建议将每年的4月7日定为世界无烟日,并于1988年开始执行。 自1989年起,世界无烟日改为每年的5月31日。 下面重点讲了,HIV感染者吸烟。 吸烟是当今HIV感染者面临的严重健康问题之一,与普通人群相比,多达百分之次十二的HIV感染者为吸烟人群。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统计数字,因为吸烟与艾滋病相关并发症,和脏黄之间相关,为何感染者特别爱吸烟?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感染中心的统计分析,目前美国HIV阳性吸烟者往往年龄偏大,四十五岁以上占比百分之五十八,且年纪越大,解烟的可能性越低。 相比之下,性取向在吸烟率中几乎不起作用。 百分之五十一的吸烟者为同性滤者,吸烟导致疾病和残疾,并伤害身体的几乎每一个器官。 吸烟是可预防死亡的主要原因,烟草业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用于卷颖广告和促销活动。 吸烟每年花费美国数十亿美元,国家在烟草预防和控制上的材质不符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议的水平。 百分之十五点一的成年人三千六百五十万人,2015年男性为百分之十六点七,女性为百分之十三点六,目前为吸烟者。 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每天都开始吸烟,许多成年卷烟吸烟者想要解烟,为什么要解烟? 告诉你们五大理由,吸烟绝对可以折瘦,吸烟极大增加肺癌的发病风险,心脏病发作和中风风险增加疑肺,高风险的肛门癌或肛颈癌,增加孩子感染HIV的风险。 五国界爱心工作室建议,一,削减吸烟频率,想要一会儿就把烟眼界掉是不可能的,咱们可以逐步削减吸烟的频率,比方一天要抽十根烟的, 改为每天抽五根,习惯后再改为两根,爱不就班,一般三到四个月就可以成功。 二,丢掉吸烟用致比方打火机,烟灰缸,卷烟,缺减密的条件反射,许多兄弟在没有带打火机的情况下,能克制住烟瘾。 三,抵折烟饮又当你想要抽烟的时候,应该给自己的一个记性,并且多参加一些不吸烟的活动来缓解心情。 四,改度饮食习惯饭后多喝水,治水果或漫步,脱节饭后一支烟的主意,在接烟前期多喝一些果汁,可以协助感掉一股丁的成瘾。 五,用口香糖替代卷烟烟饮来时,要当即做深呼吸活动,或咀嚼无糖饭的口香糖,防止用零食替代卷烟,不然会引起血抗升高,身体过胖。 六,写下借烟理由,如为了自个的安康,为家人考虑,为省钱等等。 随身鞋带,当你烟饮饭了时,可以拿出来劝迹自个。 七,曾吸烟的人,有过戒烟打赌的好经历,其作用之一是揭露戒烟,并争夺得到兄弟和搭档们的诚持,这样自个想吸烟的时分兄弟,也会提示迷你的界限,要克制注意用,而且如果的话,信任,你也会碍于面子一问,不会抽烟。 八,多做运动,如果想吸烟的话,则可以做一些运动,如游游,跑步等,这样可以转移注意力,并且可以缓解精神压力。 九,多喝水当你有想吸烟的激动时,可以用喝水来操控,事实证明水是溅烟的妙药。 当你感到空腹不小心烟时,就先慢慢的喝上一杯水,新交听同方案公益转发。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